歡迎大家來到Simple A Class的YouTube Channel 立刻想起什麼 直覺 不是 Radius 不是 Radius 不是圓形 我講在Pling John裡面 看到Circle Plink John 是不是Circle?對 符合條件 要想起什麼?我的Rule of Precedents 一看到圓圈立刻想起第一步做什麼 第一個是 第二個呢 Cyclic Quad 第三個呢 第三個 Pling John 第四個是什麼 普通Circle Properties 這個 小心啊 前面有Tangible Properties 正在說Angle in Alt-Segment 這個四個就是 Radius 什麼 Radius 譬如是Quad 五個就是普通三角形 或者直線 或者平行線的Properties 好了 那我現在逐個逐個看 有沒有Tangent 沒有Tangent 有沒有Cyclic Quad 沒有Cyclic Quad 有沒有胡蝶仔 沒有胡蝶仔 有沒有普通Circle Properties 有啦 不過這次不是Radius 不是Cord 不是成是什麼 這個很明顯看到 給了Semi-Circle 你要立刻想起 Angle in Semi-Circle 全中 對了 剛才那些呢 大家就麻煩在腦裡做 大家記住 就一定不錯 好了 到這裏 怎樣說 Angle in Semi-Circle 第一 這個是Diameter 所以這裏先駁回三角形 這個是直角 Angle in Semi-Circle 告訴你 Diameter連上去 都是直角 好了 看到些端麗了 無緣無故有一條Circle 慢慢變成了什麼 哇 兩個之後 你看到這個形狀很熟透面 聰明的你 而且不聰明的你 都一定看到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 什麼 Semi-Lar Triangle 對 Semi-Lar Triangle 好了 將這個數 reduce 到一個Semi-Lar Triangle 就不要管它 用完的Circle 不要管它 Exy 問號 好了 帶一個問題來 喂 我的Semi-Lar Triangle 是不是要計哪長比例 對 如果要計哪長比例 的話 至少有哪長比例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第一件事 我厲害的是什麼 我厲害的是什麼 這個叫做D Dimita 嗯 這個 很自然 看到三角形直角老三 我就出了一個什麼 小心 在這裏 擺帥仔 不是很容易看錯的 畫直角老三出來 可以嗎 好了 來了 除了這個之外 我想問一下 大那個三角形直角老三 大那個直角老三 都是Veta 不過 這次這個是什麼 D加 sorry 這個是斜邊是D加密度 斜邊是D加密度 這條邊是DcosVeta加X 對不對 嗯 好 再來一次 剛才說這個D 這個是DcosVeta 這個斜邊是D加密度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 第一 D加密度 整個cosVeta 就會等於DcosV馬加X 再發現 哇 這次角的東西很長 很煩 不用怕 這裏有DcosVeta 咦 這裏有DcosVeta 打開它 看看什麼料子 DcosVeta加 問號cosVeta 就會等於DcosVeta加X 正 約約 做完 問號cosVeta就是X 問號就是X除cosVeta 我想剛剛的內容 應該幫到大家不少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你們留言問我們 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 就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拜拜